各位聽眾 今天我講的故事叫做瑞雲 聽說杭州以前有個出名的妓女叫做瑞雲 瑞雲多才多藝人生得靈 十幾歲她的養母就要她出來接客 以前妓院的養母就是現在叫她龜婆 瑞雲第一天出來接客她就跟龜婆說 她說 菜媽這個是我一生的前程 所以一開始我不想亂這麼接客 人客要由我自己選 身價可以由你定的 這個菜媽知道瑞雲第二天就是她的搖前鼠 就免得激怒她 總之她肯接客就可以了 於是就跟她定了身價 接一次客是十五兩銀 從此瑞雲就每日見客 但凡求見的人客 就一定要送禮物來 禮物多的 瑞雲就陪她捉一盆棋 或者畫一幅畫籌借她 禮物少的就隨便跟她喝一杯茶就算了 瑞雲見客不久 她的名聲就越傳越遠 有很多財主富商 達官貴人都來登門求見 想說一島芳蓉 當地有個姓賀的書生 名氣也有些 錢財收入只是一般化 她平時很仰慕瑞雲的方名 雖然不敢奢望和她有肌膚之襯 也很想盡自己的力量去賺些錢 送一份禮物 希望可以親眼看一看瑞雲 她七臭八臭 出資臭夠錢 買了一份禮物 去求見瑞雲 她怕瑞雲見得人客多 會看不起自己的負寒酸相 等到相見的時候 瑞雲都不知多熱情周到接待她 跟她談了很久 言談之間 瑞雲就微目禽情 作了一首詩來贈給何書生 那首詩是這樣的 何是叩張者 南橋叩曉關 有心沉獄處 端借在人間 各位 這首詩是借用一個典故 來表示求婚的意思 故事大概是說 有個聖培的書生 經過南橋這個地方很頸渴 她問一位白爺婆拿水喝 白爺婆叫自己的女兒雲嬰 倒水給她喝 裴書生見雲嬰生得很漂亮 想娶她為妻 白爺婆說 我有零單 不過要肉的儲購來中 才可以 如果妳拿到肉做的儲購 我就將女兒嫁給妳 什麼叫儲購呢 即是我們現在用的中坎 後來裴書生 真的拿了肉做的儲購給白爺婆 白爺婆馬上拿來中藥 那些藥中好之後 她們吃了成仙 裴書生就和雲嬰姑娘 然後結婚了 何書生得到瑞雲這首詩之後 喚起到發瘋狂 剛剛想和瑞雲聊幾句 忽然就有個小丫鬟進來 告訴瑞雲又有客到 何書生就只好先走 何書生回家之後 念口旺常常念著瑞雲作的那首詩 她在這自我陶醉 連發夢都想著瑞雲 過了兩三日 就更加想念瑞雲 她忍不住又賣了好多東西 然後又買了些禮物 再一次去見瑞雲 這次瑞雲接代她 就兩個人說話更加投機 聊聊天 瑞雲移張椅河書生 在那裡誓死聲話。 先生,你想不想辦法和我歡聚一晚? 何先生很蔚蘭地說。 小姐,我是個窮書生, 我所能奉獻給你的,只有一片癡情, 就算我現在見一見你,已經花了不少錢。 老實說,可以一倒你的芳蓉,我已經心滿意足, 別樣,我還哪敢想? 瑞雲聽了,馬上冒了心機,說話也不想多說。 何先生在這兒坐了很久,也想不出個辦法來。 後來瑞雲又要接遞客,何書生不得已,唯有先走。 何書生回到家,經常悶悶不落。 他生氣,有時想把家裡的錢財去妓院, 和瑞雲歡聚一晚就算了。 不過細心想起來,又怕歡聚之後再分手, 那就更加痛苦。 到時都不知道如何收拖好。 上到這一層,火一樣熱的心情, 又好像冰雪般溶了。 從此以後,何書生不敢再去見瑞雲。 免得見完之後,心很煩。 過了不多久,瑞雲就開始選擇如意郎君。 他一心就想選擇一個像何書生那樣的男人。 但選來選去,選了幾個月都未選成。 選到龜婆都生氣了。 說明以後不讓他再選了。 有一天,有個壽彩帶來禮物,來求見瑞雲。 臨走的時候,他用手指點瑞雲的額頭就說了。 唉,可惜,可惜啊。 說完他就走了。 瑞雲送走這個人客之後, 其他的姊妹見他額頭上有個手指印, 就叫他快點洗乾淨。 瑞雲就用水洗。 啊! 怎知越洗越黑。 過了幾天, 那大客人就越來越大大。 過了年齡, 連拳骨、鼻哥那些地方都黑了。 哇!瑞雲當場變得醜到什麼樣。 是人見到也怕了他。 慢慢就沒有人客來見他了。 那蔡媽見他賺不到錢, 就趕他去跟那些妹仔一起做事。 唉! 這個瑞雲身子有驕躍, 做粗重的功夫怎麼習慣呢? 看著他一日瘦那一日。 那這件事又不知為何會傳到給何書生知道。 他一知道, 就立刻去探望瑞雲。 他見到瑞雲和那些妹仔在廚房做著事, 只見他憂憂憂憂, 骯髒, 骯髒, 醜到鬼似的。 瑞雲看見何書生, 自己又反為不好意思, 快快脆脆另歪面。 何書生很可憐他, 就跟蔡媽商量, 說要用錢, 屬瑞雲出來做他的妻子。 唉! 蔡媽當然是製了, 一口就答應了。 何書生回家, 就賣了值錢的東西, 拿錢去妓院, 就贖了瑞雲出來。 瑞雲跟他一回到家, 跪在地上就哭著說了。 先生, 我真是好多謝你答舊之恩。 日後, 我定當湧泉相報。 我知道自己容貌醜陋, 賠不起先生。 不過, 我心甘情願跟先生做勞做妾, 一世事候先生你的。 何書生立即扶起他, 唉! 人生最敬重的是自己。 當初你春風得意的時候, 都能夠了解我。 難道現在你時運不好, 我就不記得你了嗎? 我用錢贖你回來, 就是想娶你為我妻子。 何書生過了幾天, 真是明媒正取地, 拿了瑞雲做妻子。 過了一年, 何書生偶然去蘇州一趟, 和一個姓黃的秀彩住在馬家客店。 他們閒談之中, 黃秀彩忽然說了, 哈! 哈! 杭州有個叫瑞雲的名記, 近來不知道怎樣呢? 何書生就回答他, 哦, 瑞雲他嫁了人了。 什麼? 嫁了人? 嗯? 那他嫁了個什麼人啊? 嗯, 那個人啊, 大概和我差不多了。 哦? 哈哈哈哈哈哈, 如果瑞雲嫁得像你那樣的丈夫就好了。 啊! 不知道他身價是多少呢? 哦! 因為他得了個怪病, 所以人家那麼便宜賣了他。 哦! 哈哈哈哈, 那賣他那個人, 有沒有你那麼好啊? 何書生就覺得他問得奇怪, 就反過來問回他了。 黃秀彩這樣笑著說, 哈哈哈哈哈哈, 老實跟你說, 上兩年我見過瑞雲一次, 唉! 我很可憐他啊! 這麼漂亮的佳人, 居然流落在煙花之地, 得不到合心水的貴宿。 所以, 我就特地施展一些小小的法術, 掩蓋他嚴厲的光芒, 而保存他美玉的本質。 讓那個真正愛惜他才華的人來賞識他。 何書生一聽, 原來是這麼回事啊? 他連王就問黃秀彩說, 黃兄啊! 黃兄! 你幫得瑞雲點黑, 你當然幫得他洗乾淨的啦! 哈哈哈哈哈哈, 當然可以啦! 不過要人誠心誠意求我而已。 何書生就立刻跪下拜祂說, 黃兄啊! 瑞雲的丈夫, 就是小弟啊!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嗯! 天下間, 只有真正有才德的人, 才會這麼有情義啊! 好! 我跟你回去, 讓我贈送一位絕代佳人給你。 何生帶著黃秀彩回家, 一到步, 何生就將羅酒菜, 要款待黃秀彩。 黃秀彩就說, 賢弟, 不用急著接待我, 還是先由我洗些小法術, 讓你高興一下先啦! 講完, 他就叫何生捧一盆洗臉水出來給他, 只見他口中念念有詞, 跟著他伸手指在水裡畫幾畫, 畫完之後他就畫了, 好呀! 用這盆水給你夫人洗臉啊! 何生就趕快捧一盆水給瑞雲洗臉, 瑞雲在盆水裡輕輕洗呀! 嘩! 果然一洗就整臉乾淨了! 只見他的臉紅粉飛飛, 好像當年一樣那麼美! 他們夫妻兩人歡喜到什麼樣, 一起出來想拜一隻黃秀彩, 誰知不見了他, 到處去找都找不到, 他們心想, 唉! 可能黃秀彩是神仙來的啦! 各位, 黃秀彩是否神仙呢? 我想不用我講大家心中明白, 何書生對瑞雲也算是一片情深, 他不會說因為瑞雲容貌上起了變化, 改變情意, 而是認為人世間最重要是得個知己, 結果他也有個美滿的結局, 所以有個俗話講得不錯, 知己知彼, 張心彼心。 好了, 講完瑞雲這個故事, 下面我接著跟大家講一個審案的故事, 這個故事叫做太原獄, 話說山西太原有戶人家, 他們家婆媳婦都是寡婦, 那個家婆雖然年齡四十有多, 但是生性風騷, 就不懂得自愛, 他和村裡頭有個毛奶, 勾勾搭搭搭, 有姦情的, 媳婦就好不喜歡家婆的所謂, 有時那個毛奶來到他們家, 媳婦就特地站在門口, 嘰嘰嘰嘰嘰, 不想被個毛奶入屋, 那家婆知道了, 就肯是生氣了, 左頭左勢, 就想借頭借路趕媳婦走, 怎知媳婦又不是那麼好欺負, 於是他們家婆媳婦就經常借椅吵架, 吵到不可開膠, 那一來, 家婆更加生氣媳婦, 他就反咬一口, 無中生友說, 媳婦不守折, 跟男人有姦情, 他就告到官府, 院官就問姦夫叫什麼名, 家婆就說, 啊, 那個男人晚上來, 日日天未光就走了, 我怎知他叫什麼名, 要問, 就問我的媳婦, 院官就傳媳婦來審問, 媳婦果然知道姦夫的名, 不過他說這個人不是自己的姦夫, 是家婆的姦夫, 那他們家婆媳婦都說對方有姦情, 爭來爭去, 那個院官就沒有辦法定得到案, 那就立刻下令捉了個無賴來, 那個無賴一來, 就大聲地狡辯, 啊, 院官嫁人啊, 不關我事的, 是他們家婆媳婦不和, 特地扯我下去, 講衰對方的, 院官就說了, 嘻嘻, 好笑了, 全村幾百個男人, 為什麼偏偏要提到你呢, 就證明你吳芳是清白無辜的, 如果你還老老實實招供, 我就從嚴發落, 那無賴驚起上來, 不說不行了, 就亂撒謊, 說自己和媳婦有姦情, 於是, 院官就審媳婦, 問她是不是, 媳婦想著自己不是, 幾打都不認, 院官就用刑來逼她認, 但是媳婦始終都不認, 院官生氣到什麼呢, 就當堂發落, 准許家婆趕媳婦走, 媳婦很不服氣, 出了院衙門, 就上到省告狀, 當時, 林進院的院官孫柳和, 就連續幾年破了不少宜蘭案件, 大家一致公認, 他有辦案的裁幹, 省裡頭就將這件案, 交給孫院官來審理, 孫院官一接手這件案, 就首先, 將和這件案有關的人員, 家婆, 媳婦, 無賴, 就通通提堂審問, 審問完, 他就混了他們入監, 然後就吩咐牙翼, 找些磚頭石仔, 來盜裔仔回來, 說準備明天, 要來審案用, 那些牙翼個個都一頭無水, 在下面議論紛紛地說, 審判人用刑, 公堂上有的事, 有板子有甲棍, 用不著磚頭利刀, 既然院官已經吩咐了, 就找好照辦不言, 第二天, 孫院官有了升堂審案, 他就問過牙翼, 知道已經帶齊了鑽石刀鎚, 他就傳令帶家婆媳婦無賴三個人上堂, 他對家婆媳婦說, 嗯, 這個案不用檢查的了, 淫婦雖然還未曾定到是誰, 但是奸夫是確實無疑的, 你們本來是清白之家, 不過是一時受了壞人的引誘, 全部罪過在這個無賴身上, 現在公堂上鑽石刀鎚都有, 你們兩個人可以隨便拿利刀石頭, 給我打死這個無賴, 家婆媳婦聽說, 好惡然, 要他們用利刀石頭來打人, 如果真的打死人, 要不需要賠? 孫院官見他們惡然, 不敢動手, 他就說了, 你們不用怕, 打死人, 有我作主, 你們快動手, 遠官吩咐, 不打都不行, 於是家婆媳婦就起了身, 撿了磚頭, 扔個無賴, 這個媳婦對個無賴, 早就恨之入骨, 只見他專門選擇大舊磚頭, 出行力, 出行力, 鬥頭鬥腦, 就拍到無賴, 一點都不疼他, 那個家婆, 見到情婦那樣, 任人打這麼可憐, 欲赤死他, 但自己也要打一份, 他唯有撿起幾個磚頭仔, 裝模作樣, 扔到無賴, 還要扔到腳, 手, 那些不緊要的地方, 過了一會兒, 孫縣官, 又命令他們用刀, 或者用鎚, 來懲治這個無賴, 媳婦又生聲, 立起一把納納的尼刀, 六大雙眼就燈緊這個無賴, 看他的樣子, 恨不得一下就劏開無賴的胸口, 拿他的心出來看是黑還是紅, 只見那個家婆, 立起一把鎚仔, 還要絲絲縮縮縮, 不敢落手的樣子, 孫縣官看到這個情景, 就制止他們說, 好, 你們可以放下刀下去, 本官已經查出誰是淫婦了, 左右, 將老鉗婆拉下去打, 打到他招出實情為止, 那些牙翼, 嘻嘻嘻嘻, 按下家婆一打, 就二十幾三十大半了, 真可憐, 打到他皮開肉讚, 孫縣官就問他, 說不說, 那個家婆還敢隱瞞嗎, 什麼都說出來, 遠觀有下令打無賴三十大半, 這件宜案, 總算是搞到水落石出, 各位, 平原肉講的雖然是有關破案的故事, 但是我們聽完之後, 或者會不會受到一些啟發呢, 當遇到疑難問題的時候, 只要努力用心思考, 反覆推敲, 隨時處處處留心, 到時自然就一定會有辦法了, 好, 現在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歡迎你明天繼續收聽, 各位聽眾, 今天我和大家講的故事叫做直方平, 話說直方平, 是湖南東安人, 他父親叫直廉, 為人忠厚老實, 不懂得如何敷衍奉承人, 所以都不知為何, 就得罪了街坊的楊才主, 後來楊才主就先死了, 過了幾年, 又到直廉重病在身了, 臨死的時候, 他跟家人說, 哎呀, 哎呀, 那隻死鬼楊才主, 收買了陰曹地府的陰差, 打得我好痛啊, 哎呀, 哎呀, 沒多久, 看著直廉全身起了, 好像被人打過的傷痕一樣, 一塊一塊魚魚哈哈, 辛苦到他叫生叫死, 人人看見心寒的, 直廉叫了一段時間, 終於氣絕身亡了, 直廉的兒子直方平, 這個人很硬頸, 見到爹死得這麼慘, 難過得什麼, 他就說, 哼, 我爹老老實實做了一輩子人, 從來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人的事, 臨死, 還要被你惡鬼欺負, 我要奈陰曹地府, 幫爹身冤報仇, 他說得到, 做得到, 日日不飲不食, 不聲不起, 一時坐一時站, 眼光光, 好像黏了線一樣, 其實他的魂魄, 已經離開了身體, 他覺得自己, 就好像人家傳說到說的, 涉青鬼一樣, 腳爭不到地, 涉一下涉一下, 就涉出門口, 一出門口, 他已經不認得了所有的路, 去哪裏找爹呢? 他看到路上有人走, 那些人好像他一樣, 走起路上來, 腳爭不到地, 涉一下涉一下, 他走過去問那些人, 阮城運哪裏走啊, 驚人家指點, 就讓他進到阮城, 又去到監房, 探望他爹, 一進監房, 他來演beh, 看來看見爹就像死人, 躺在地上, 焦大嘴, 好辛苦, 好痛苦 當成祖人家, 哪有不傷心呀? 直方平其他爹旁边 眼泪水大粒大粒地滴出来 他爹有气无力地说 方平啊 那个阳才主 洗钱买通洗书的阴差 他们得下 就来打我 现在打得我挥了 两只脚 找到好的地方都没有了 直方平蹲下 一拉起爹的腹脚 哎呀 爹双脚脖皮脖骨 血肉模糊 豈有此理 这样折磨一个无辜的老百姓 直方平怒发充冠 指着监房那群肉脱就说 我爹如果有罪 自然有王法处子 怎么由得你帮恶鬼要打就打 要杀就杀的 他出了监房 二份便宜地写了一份壮子 远城的城王道告一群恶鬼 哎呀 杨才主知道这个消息 不是啦 游塞一大块钱买通城王 远城王居然以 无憑居为理由 不如审理 根本当你直方平不是惹 做官的不惹黎民着想 这些狗官还要来做什么 直方平谷到肚都爆 一口气爆开整百里路 上府城告葬 他告远城王和那群阴差 贪庄作恶 谁知道虎城王更坏 拖了半个月 还捉起直方平打了餐 交给阮城王复审 直方平被压回阮 阮城王就怕他再去上诉 就命令两位阴差 压他回家 那两位阴差 压送直方平回家门口 自己就走了 直方平怨气冲天 怎么就此罢休 他连家门口都不进入 偷偷地 有个姓炎王府去告葬 他告府城王院城王贪庄枉法 屈打良民 炎王立刻派人下去驱拿对质 府院城王知道自己理规 暗中派心腹 拿了一千两黄金 被直方平劝他收回壮旨 直方平几大都不需要 过了几天 他住在那间客店的老板就说了 直先生 这些做官的低声下气来求你 你这样都不给面 认真笨啊 现在听说府院的城王 死顺被炎王 开港有话 官官相伟 我看你这件案 不会这么顺摊的 直方平想着这些是人家乱估的 未必是真的 谁知无奈 谁知无奈 一个穿黑衣黑褲的阴差 尼传他过堂啊 一到公堂 只见炎王黑口黑面 两句不坏就吩咐打直方平二十大板 直方平恋到鼓鼓声 大声说 哼 小人犯了什么罪啊 炎王好像借了龙耳鎮的意 不理不睬 直方平的鼓鼓鼓 熬了二十大板 他更加不服气 发狂地说 是 是 我抵打 我抵打 谁叫我没钱吗 哼 还惹怒炎王 一拍到京堂木 大声地说 和我上火床 马上见有两只鬼仔 过去车直方平行到殿堂 就在殿堂外面 有一张铁板床 铁板床下面 烧了一堆火 好猛的 烧到铁板红波波 两只鬼仔 剥光了直方平的衣服 一个揽头 一个揽脚 揽着直方平 摊在那块烧红的铁板上面 直方平的背脊 刚刚插到那块铁板 揽 揽 揽到背脊 焦了 两只鬼仔 按住他 在铁板上 好像人家煎鱼 煎完后面 煎前面 煎完左边 煎右边 嘩 直方平整身的肉 烧到焦了 痛到点来点去 只有不死 一味要你辛苦 煎了若莫 烧了半支香 那麽久 有一只鬼仔 就说 喂 差不多 他們扶直方平起身 帮他穿上衣服 趕他上公堂 直方平辛苦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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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王看著燒到整身炭的直方平就說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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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啊 你 你告什么啊 哼 我亲身遭受到的 都要告 好啊好啊 我要挙开你两边 看你还告不告 来吧 两只鬼仔马上来 又拉了直方平落殿堂 只见当中竖着一条八九尺高的木桩 有两块人这么高的木板平放在下面 那两块木板啊 痴满血章欲章啊 欲酸到什么啊 两个鬼仔动起木板 想说动手动营的时候 殿堂上边炎黄又问了 直方平 你还敢不敢告 直方平就斩钉截铁地说 我一定要告 哎呀 永远 两只鬼仔一人拿一块木板 夹着直方平 连人大板一齐就绑在那条木桩上 然后拿同大鞋来放在直方平的头壳顶 一只鬼一边拉着同鞋 一点一点由直方平的头壳顶铁下去了 哎呀 那些痛作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好了 总之就不是一个血肉之躯所承受得起的了 直方平好东西啊 咬实牙 忍住苦楚 声都不声啊 连那两只用型的鬼仔都说 哇 真是一个硬汗啊 果堂大鞋呢 一路地鞋下去 鞋到胸口那样 其中有一只鬼仔就对另一只话了 喂 这个人这么孝顺 又没罪 片片堂鞋鞋下去 不要鞋到他的心啊 那堂鞋就拧起来 一路地鞋下去 直方平啊 中国一通啊 一会儿 整个人就被他鞋开两边 宋爱省 两边身黏着床板 啪啪啪啪了落地 两只鬼仔就想殿堂品告炎王 炎王有传话说 明明将直方平的两边身合起来 带上殿堂啊 两只鬼仔又嘻嘻嘻 一人拿起直方平一边身 头对头 脚对脚 啪啪一握 又夹回直方平了 哎呀 直方平这次痛得死去活来 哎呀 当然啦 这一个人有大大伤口 被人乱那么扣 乱那么动 你说多痛呢 两只鬼仔夹回直方平 拖他上殿堂 直方平一起步 哎呀 强硬黏着他两边身 又好像想脱开那样 痛啊 他半步都不能走 走得 有只鬼仔看不过眼 他脱了自己的腰带 静静地执给直方平说了 哼 见你这么有孝心 哎呀 送一条腰带给你了 啊 直方平摘了一条腰带 拦腰固住自己的身 哎呀 立刻一点都没痛了 好似好人一样 走得行得 上到公堂 炎王又问他敢不敢告啊 直方平想着在这里 再告也是没用的了 只有皮肉受苦而已 他就说不告了 炎王马上命令 两位任差送他回阳间 那两位任差又带直方平出公堂 一路走出北城门 然后就教直方平 怎么走啊 怎么走啊 就叫他自己回家 说完 他们就走了 直方平心想 原来阴间 还黑暗过阳间 嗯 如果有办法 给玉皇大帝知道就好了 人世间传说话 南方灌口的二郎神 是玉皇大帝的亲戚 他为神聪明正直 他为神聪明正直 不如去他那里告状 实告得成的 他轮转身 想向着南边那边走 走走走 大概两个页 外面的《尖释》忽然幽嗤气喘地追上来了 皇爷早就估θ你将不是能ن上阳间的 这退休 现在果然没错 他們抓著直方萍,拉他回去見閻王。 直方萍心想, 糟了,這次回去見閻王, 一定是凶多吉少了, 怎知回去,閻王一點都沒有生氣, 見到他的臉就說, 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是個真正的孝主, 嗯,你爹的冤屈,我幫你們伸說了, 他現在已經投胎了富貴人家, 嘿嘿嘿,你不用到處哭冤哭了, 現在我送你回家, 賞你百萬家財, 給你百歲壽命, 那你心足了吧? 一邊說,一邊馬上叫人拿本生死寶來, 全部寄起, 丟了豆腐這麼大的印, 叫直方萍來親眼過目, 沒有假的,是不是? 直方萍想著, 現在肉在砧板上, 你說怎樣就怎樣, 以後再說, 閻王店直方萍沒有意見, 又叫那兩個陰差, 送直方萍去楊間, 那兩個陰差, 一出閻王店, 就滿土勞騷地說, 最壞就是你這個直方萍, 三番五次告狀, 搞到我們心驚膽震, 崩波勞淚, 下次你再這樣, 我們就抓你去磨人磨, 逐點逐點, 磨到你粉身碎骨, 直方萍, 閻王都敢鬥, 難道怕你這兩個鬼仔? 他瞪大雙眼就說, 哼, 你這兩個壞鬼想怎樣? 我這個人上刀山落火海都不怕, 最怕被人單單打打, 不對, 我回去當面問一下閻王, 看看, 是不是我要你們送的? 如果是閻王叫的, 關他什麼事? 說完, 他轉身真是回到閻王殿, 嘻嘻, 那兩個陰差, 怕他才怕玫瑰, 立即拉著他, 低聲下氣, 陪禮道歉, 就勸他回來, 直方萍, 特地捱時間, 一時又說腰痛, 一時又說腳痛, 走走走走走走, 極度那兩個陰差, 砰砰聲, 知又不敢對他發火, 走了半天, 進了一條村, 有戶人家開了門, 兩個陰差, 就說在這裏休息, 拉著直方萍, 坐在門上, 坐下一陣, 他們趁著直方萍不留意, 出來一推, 就推了直方萍入屋裏, 直方萍嚇了一跳, 等他定神時, 自己驚意重出良胎, 變成一個孩子, 就很欺負, 他生氣得猛哭, 嘩嘩嘩嘩嘩, 一口奶都不肯吃, 第三天就死了, 他的魂魄魷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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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日記著他南邊的灌口, 找二郎神告狀, 若某走了幾十里, 忽然見有大隊人馬, 護著一部有羅山的馬車迎面走過來, 直方萍想避開, 急起上來, 還衝進前方的儀仗隊, 被開路的馬隊抓住, 拉他去那部有羅山蓋頂的馬車前面, 他擔高頭, 看見馬車坐著一個氣派十足, 上貌堂堂的青年, 那個青年就問他說, 你是何人, 膽敢亂衝亂撞啊, 直方萍滿土軟氣, 沒有發洩, 看見青年這麼有氣派, 哼, 想著他一定會有五上下的官職, 說出來, 或許他會幫自己申冤報仇呢? 於是, 他就倒水一口氣說了自己的冤情, 車上的官人聽了, 叫人幫直方萍鬆綁, 讓他跟著大隊人馬一起走, 走了沒多久, 看見有一座城門, 城門口有十幾個官員, 來拜見車上面的青年, 只見青年對著一個來迎接的官員說, 這個直方萍是下屆的人, 想要來你的高長, 你馬上查命實情, 判斷是非。 直方萍是趁他們聊天的時候, 問一下隔壁左右的人, 才知道車上面坐的, 是玉皇大帝的王子九王殿下, 那個被他吩咐去查案的官員, 就是二郎臣。 九王走了之後, 直方萍跟著二郎臣去到一座衙門, 進去, 佔他爹直臉, 和楊財主, 還有那幫玉卒陰差, 全部跪在公堂上面。 一會兒, 又有三部囚車來到, 帶下車的囚犯, 即是陰間的閻王, 虎城王和遠城王。 公堂上的警察, 就一聲撫威, 回! 二郎臣, 啪! 一拍到京堂木, 開堂審問。 經過一番對證, 證明直方萍控訴的一句都沒有假。 二郎臣就拿起判筆, 威嚴地寫判決書, 噢! 這樣一來, 那三個溫官嚇得騰騰, 趴在地上, 好像見到貓的老鼠一樣。 一會兒, 判決書寫好了。 判決的結果是, 嚴王, 因爲黑心肝, 罰他灌水洗腸, 和上火床。 虎遠城王, 都判處死刑, 作惡的玉卒陰差, 全部要剁手剁腳, 丟到油鍋裡渣, 楊財主要斬首示眾, 沒收他全部家財, 用來賞比直方便宜。 判決完了, 二郎臣下令, 將所有人犯, 押去東岳廟, 交由東岳臣執行處治。 二郎臣對直念說, 嗯, 連在你兒子直方平, 孝順有正義, 你生性又善良老實, 再加三十六年揚秀給你們父子二人。 接著, 下令兩位警察, 送他們回歸故里。 回到家後, 直方平醒了, 他叫家人, 快點打開爹的棺材看看。 見到爹的屍體, 還凍冰冰, 硬刮刮。 打開棺材, 整天, 直念的屍體, 才慢慢暖翻, 有氣出入, 即是生飯。 從此之後, 直家一日給一日有錢, 三年時間左右, 新買的糧田到處都是。 楊財子的後代, 從此衰落, 樓房田產, 慢慢轉給直家。 本鄉有些人買了直家田地, 有時晚上發夢見到神仙, 那些神仙就說, 你們那些本來是直家的田地, 為何還不給人? 有些人起初以為是發夢, 不太順利, 等到修成那時, 整年這麼長, 連一升半斗的糧食都收不到, 整整下, 就只好賣給直家了。 直方平的父親直念, 九十幾歲才受終正寢。 各位, 所謂陰曹地虎鬼怪神仙, 一點都是作者虛構, 用來影射封建統治者野蠻殘暴的本質。 有句說話說得好, 那裡有壓迫, 那裡就會有反抗。 在萬惡的舊社會, 像直方平那樣的硬骨頭, 為了伸張正義, 敢於與壓迫者進行堅決徹底的鬥爭, 真是大有人在。 說完直方平這個故事, 節目時間差不多, 請明天繼續收聽。 各位聽眾, 今天我繼續和大家講的故事, 叫做香玉。 聽說以前廬山夏青宮裡頭, 有幾棵內東樹和幾棵茅丹, 這些樹種了不知多久西秋, 那些內東樹, 破破都異象多高, 樹身有成水桶那麼粗, 那幾棵茅丹, 就象多高。 每年開花季節, 一朵朵大茅丹花, 有紅有白, 光彩奪木, 花團似錦。 這一年, 有一位姓黃的書生, 住入夏青宮裡讀書。 有一天, 他從窗口到, 看見一位穿著全身白衣服的小姐, 在那棵內東樹和茅丹花之間, 若隱若現。 黃書生想過去看看, 怎知埋到去什麼人影都沒有。 以後, 幾天, 黃書生內不中都見到那位小姐, 他就覺得奇怪, 那些寺廟裡頭, 為何經常有位小姐出錯入入呢? 有一天, 他就特地躲起來, 看見那位小姐, 等了沒多久, 真是被他等到, 這次, 他就不只見到那位白衣服的小姐, 還見到一位穿著紅衣服的小姐。 那兩位小姐真是漂亮, 可以說的是一對驕驗秀勵的絕代佳人。 他們一直慢慢走到黃書生那裏, 突然, 穿著紅衣服的小姐, 一路退後一路說, 糟糕, 糟糕, 這裏有生土人啊。 黃書生急起上來, 衝出來, 想說看究竟。 那兩位小姐一見有個男人, 零轉身, 急急走, 黃書生一直吊著他們尾, 一直追到圍牆邊, 不見了那兩位小姐, 只是聞到一陣陣很香的花香味。 黃書生覺得很可惜, 就在一棵樹上提了一首詩, 以表示他對那位白衣小姐的外眸之心。 首詩是這樣的, 無限相思苦, 含情對短槍, 恐歸沙渣利, 何處覓無雙? tim interfering? 提拖完糞, 王書生回到一間书房上, 想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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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義大師。 這晚蒸發過風子、 外面的樹葉被風吹到時哩沙喇 忽然間 有人勢勢力敲黃書生到房門 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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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夜三更 誰來呢 黃書生滿土疑惑 走開了一道門 一開門 當堂眼定定 落了眼 敲門的人 正是黃書生思念的白衣小姐 只見小姐笑口吟吟地說 公子 剛才見你追我們 我們還以為你是強盜 後面見你寫的詩寫得這麼好 才知道你原來是個風雅書生 黃書生連忙請小姐入屋 坐落之後就問 小姐 你是何方人士 尊勝方明 公子 你叫我香玉 我原來住在山下邊 後面被道士禁閉在廬山上 我這樣 實在不是心甘情願的 喔 香玉 那個道士叫什麼名字 讓我幫你解釋 讓我幫你解釋情 讓我幫你解釋情 不必了公子 雖然說是這麼麻煩 知道我也挺自由的 還有機會來和你這個風雅書生優惠 那倒是這麼麻煩 那倒是 鄉玉 今晚和你一起走近的那位穿紅衣的小姐 又是何人 她 句話 她叫江雪 是我乾嬤 他們兩個人談談談 越談越好談 情投意合 三間過後 王生提議趁此良宵,要與香玉成雙成對 香玉看著風流瀟灑的白面書生,亦抑制不住 當即與王生同床共枕,非常親熱 等到他們醒來時,已經天光大白 香玉見得這麼晚,立即穿衣穿鞋趕著要走 王生拉著他的手說 香玉,所謂一夜夫妻百日恩,你何時才來呢? 放心吧,公子,你這麼風流,我一有機會便會來 我現在亦有詩一首,拿來和你昨晚作的那首詩對一下,好嗎? 香玉,你容貌秀麗,耐心聰明,真是恨死我了 快點唸出來,唸出來 我唸出來,公子,你不要見笑 你這首詩是這樣的 無限傷師苦,陷情對短槍 恐歸沙渣沙渣河,何處密無傷? 我這一首是這樣的對你的 梁夜根而尽 朝吞意上昌 愿如梁上烟 妻处自成相 王生听一拍手就说 哎呀好诗好诗 好一个妻处自成相 香玉 你财貌超重 真是难得难得 以后你有机会就来 如果不是真是恨死我的香玉 是啦 我答应你就是啦公子 这样王生才放了香玉走 从此 香玉就经常来和黄书生幽会 黄书生有时就问一下 为什么那个钢雪姑娘不来的呢 香玉就告诉他 说他性格孤僻 不想见生寶人我 有一晚 香玉又来优惠王生 不过这次他就苦口苦面 眼蜗都红了 看样子是哭完才来的 王生一见他就急了 就急了 就猛个问一下什么事 香玉才说 公子 今晚我是来和你分手的 今次分开 明天都不知道 见不见得回公子面 什么 香玉 你 你要去哪里 为什么不回来的 啊 哎 公子 这些是命中注定 很难说明给你听的了 那晚 香玉就一尾哭哭啼啼 坐到大半夜 他就走了 黄书生眼白白看着香玉走了 都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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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姓蓝的大财主来夏青公游玩 启动了一棵白茅丹 就专专捐了一大笔钱给道远 然后就挖了这棵白茅丹回家中 黄书生知道这件事之后 一想回头 哦 才醒起 香玉原来是茅丹花精来的 不过 他爱香玉已经入心入肺 都不管他是妖还是怪 总之 他早知道香玉是那棵茅丹变的 他就死都不会被人挖走 过了几天 他听说南财主移了那棵白茅丹回去中之后 不知道是否水土不服 茅丹就枯毁了 王生知道痛不欲生 他日日去那棵被人挖走茅丹花的地方 痛哭流梯 自治血 声声泪 作了五十首哭花诗 有日 王生又去悼念香玉 来远他见到那位穿红衣的钢雪姑娘 又在原来种白茅丹的地方 在哭 王生慢慢走过去 只见钢雪姑娘又不避开 他们大家见面没有出声 只是对着花坑流眼泪 过了一段时间 只听见钢雪姑娘自言自语地说 唉 香玉妹妹 因为我们自小玩到大 想不到你无端端 那就去了 你真是惨 王生一听就更加伤心 他又说 光雪姑娘 一日都是小生命不好 累了香玉 唉 我前世都不知道做了些什么 因质事 落到这样的下场 光雪听到王生这样说 看着他 觉得有点意外 他就说 哦 我以为那些风流书生 十有八九都是那些薄情看 原来你是公众情义的 光雪小姐 香玉跟我永别了 令我茶不思 饭不饱 夜不成面 如果你给面香玉 又可怜我 你有空就来我 让我见你 很安慰我想念香玉的心情 王公子 跟你相会下 无所谓 不过我只是跟你交朋友 不准乱来 如果想我经常跟你一起亲热 我一定做不到 王公子 后会有期 刚雪说完 自己先走了 打后连续几日 都未见过他面 有个凄风冷月的夜晚 王生更加想念香玉 他在床上喽喽 睡不着觉 索性点着尤灯 念诗来寄托自己的哀诗 他念 山远黄昏雨 睡念坐小窗 上司人不见 中夜雷霜霜 突然间 窗口外边有个女人 和他对思 念米人何处 顾灯照曼昌 洪山人一个 对影自成商 王生一听 立即推开窗门 展外面一位红衣少女 亭亭欲立 各位 不用我多说 大家一定知道那位少女 就是江雪小姐 王生一见江雪 喜出望外 快点请江雪入屋 他就说 江雪小姐 江雪小姐 你真是心腸硬 这么久都不来看我这个可怜的书生 江雪就说 王生公子 我不像香浴这么热情 只有在你孤独寂寞时 我才来陪你 或者陪你喝酒 作诗 哦 这样啊 那 那 那也好 那也好 真是 香浴是我爱妻 江雪是我好友 嗯 那也没错 由那晚起 每逢王生觉得寂寞无聊的时候 江雪走来和他聊聊天 对诗 完了他就走了 王生也从来不去强留他 不过王生就知道江雪肯定是花精 有一晚 他就拉着江雪去到花园说 江雪小姐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花园里头的哪一棵花 哦 既然王公子知道我的底势 那又何必追问呢 江雪小姐 其实我想知道呢 都是为了你好 我想知道你是哪一棵花便的 我就移了他 回到我家里种 免得像香浴 被人挖走 造成百年遗痕 江雪小笑话 我真有所要 所以你还没有问题 興奟 你能办 bonus 你可以化 薰 一天 神 江雪轉頭 王生指一棵蘭花問他 他又轉頭 指了一棵好婆娑的內冬樹 江雪又不轉頭 又不抹頭 王生就明白 原來他是內冬樹的化身 他就說 好 江雪小姐 我現在知道你的原生 以後如果你不來我 我就拿艾草搓成繩 怎麼著燒你 什麼話 原先知道你是這樣的人 我一定不會告訴你 如果你真是燒我 我馬上就不承認你做朋友 王生剛才一時衝動才這樣說 他見江雪真是生氣 就馬上說 江雪小姐 小生講笑 我哪敢這樣做 總之你記住有我這個朋友就可以了 隨你何時來 又過了幾晚 王生寂寞到不得了 又不見江雪來 他忍不住就去花園 抱著那棵內冬樹 一路搖一路喊 江雪 江雪你來一下 江雪你來一下我這裏 但任他怎樣叫 江雪都不認他 他生氣上來就回到屋 對著燈磋艾草 準備拿去燒那棵內冬樹 逼江雪延伸 一手拿起燒草 想說釘出窗口 王生正在火頭上 他抓著江雪一手就想說搶回燒草 正在兩人拉拉扯扯的時候 香雪就失驚無神 在哪裏進來 江雪一見他就說 哎呀 香雪妹妹 你來就好了 你看看 我被你這個黃師生 整天纏著 唉 你快點開道一下他 講完他就急急忙忙走了 王生一見香雪 立刻啪啪聲流眼淚 香雪情不自禁 亦跟著流起眼淚來 他就說了 公子呀 今晚我來 是講一件喜事給你聽的 你對我的真情 連花神都感動了 他讓我回來這裏 啊 真的 王生一手抓在香雪的手 咦 他覺得香雪的手 好像影子插進去什麼都沒有 他很若然 香雪跟著就說了 公子 白茅丹的地方 日後會有一棵茅丹發芽 你就日日用草燒成灰 混些硫磺 淋它就很快大了 到第二年的今日 我就可以報答你的恩情 第二日 王生去花園 找回以前種白茅丹的地方 果然有棵茅丹的幼廟 他寬鬆 他寬鬆在那裏 在周圍呢 用竹仔搭了個蘭山為主 就日日照著香雪教的辦法 淋水 施肥 精心護理那棵茅丹 看著那棵茅丹 一天被一天 粗壯 到了第二年的四月 茅丹就出了一粒花枕 這粒花枕 脹瀑布 含包肉放 這一日 這一日 王生看著這棵自己親手蒲肉的茅丹 正在流年亡返的時候 那棵茅丹 動一下動一下 好像要開那樣 果然隔了一會 那棵茅丹就慢慢開了 這棵茅丹很大 開到湯缽那麼大 看真點 中間花蕊那裏 有一個人仔坐樹 那個人仔有半隻手指弓那麼長 眨眼 那個人仔跌了落地 跟著就好像人家吹氣那樣 闊闊聲掌膏 一陣間有幾呎高 原來這個人正是香玉姑娘 王生見香玉 狂曬 拉著香玉就入書房 這個時候 降雪小姐又跟進去祝賀 那晚 他們三個人擺開酒宴 開開心心 喝足一晚 那以後呢 他們三個人就整天在一起 黃生就時時時指著花園那棵白茅丹說 哎呀 我死了 雲魄一定會寄託在那裏 向玉降雪聽見 他們都說 黃公子 那十年之後呢 黃先生就突然得了重病 他家裏的人來看他 當然是很傷心的啦 黃先生就說 你們不用傷心的 你們不用傷心的 我死那天 我死那天 即是生那天的 我家裏的人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以為他病猛了 發說風 過了幾天 黃先生死了 我家裏的人就把他的屍體運回家鄉埋葬 到了第二年 在那棵白茅丹樹腳的地方 就發了鼻牙出來 那些樹葉是五塊打對生的 當時夏青宮的道士就覺得好珍奇 所以就好好心機來種養 三年之後 那鼻牙就長成幾尺高 有手臂瓜那麼粗 就沒有花開的 後來當年的那些道士 老的老的走的走 後來的那些新道士又不懂得愛惜 見到那鼻牙丹沒有花開 就斬了它 誰知就連原生的白茅丹都膚死了 過了沒多久 內棟樹又跟著死了 各位 一個書生對花鬼一往情深打動了花神 令到他如願以償 見到往日的情人 當然這些鬼神的東西 我們是不會相信他的 不過我們可不可以從黃書生對愛情一往無前追求的精神裡頭 受到啟發 所謂 世上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好了 講完香玉這個故事 聊渣這本書 到今天為止 已經全部講完了 多謝大家收聽 再見 再見